10月19日,在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运运动会 男子25名手枪军事宿舍团体项目中 由谢正祥、金永德和姚兆南组成的中国八一设计队 以1747环夺得冠军成功未免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政委曹宝明表示 这是解放军代表团在本届军运会上夺得的首枚金牌 也是本届军运会产生的首枚金牌 在这里还是想以解放军代表团新闻发言人的身份 郑重地给大家公布一下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男子25名手枪军事宿舍团体比赛中 解放军代表团取得了金牌 一夜市赛会首金 在比赛中 中国巴一射击队曾遭遇突发情况 在第一组选手进行到最后一轮时 谢振祥的枪出现问题 导致他在这一轮的成绩失常 不过 中国队凭借整体实力的突出优势 最终化险为宜 以1747环领先第二名俄罗斯队四环的成绩 顺利夺取这枚志在必得的金牌 巴一射击队队长李丽亚表示 这个项目只有部队比赛才有 跟部队实战训练更贴近 越是大赛 越能体现出运动员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 这来自兵团的刻苦训练 据悉 四年前在韩国举行的第六届军运会中 由金勇德 谢振祥和高征组成的 中国巴一世纪队就夺得了该项目的冠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